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这个咱们讲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江南在得到持续的开发 他经济是一直向前发展的 北方的因为是 迭京战乱 是吧 这个 古人写诗叫 若论古今兴沸是 请君只看洛阳城 那地方太惨了 太惨了 老打大 老打大的话 所以这个北方连年战乱 那造成的结果就是 出现什么结果呢 就是北方的经济是在 破坏恢复 破坏恢复 循环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一时期 首先看它的特点 特点 农冬规模缩小 畜牧业扩展 汉人跑了 少了民族入主中原 是吧 所以畜牧业扩展 两汉时过度开垦 导致的环境破坏状况 有所缓解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教材 他特别强调 这人口和环境的问题 他为什么强调 这人口和环境问题 就是 因为现在是一个热点 人口和环境问题 是一个热点问题 然后北方农业 总体上是在恢复和发展 北方农业总体上是在恢复和发展 主要表现在第一 新农具新技术 曹魏 马军 翻车 灌溉 曹魏 马军 翻车 灌溉 曹魏 就是魏蜀吾 三国魏蜀吾的那个魏 曹魏 北魏呢 就是 五代十五 南北朝的时候 那个北朝那个魏叫北魏 那是少数民族 先辈族拓跋式建立的 北魏 曹魏就只是那个 然后马军 发明了翻车 不是撞了翻的 用于灌溉 跟那个自行车的原理 一个那个跟那自行车的链子 绑了一堆竹筒 是吧 然后一半在在水里 是吧 然后那个人踩 一踩的话 那个链条转动 链条是绑着竹筒吗 竹筒就把那个水给给弄上来 然后他他这个倒到一个槽里 倒到一个这个是竹槽 那个槽呢 通到这个地里去 就把这个水就给灌到地里去 他不但可以用于这个灌溉 还可以用于排烙 假如那个地被淹了 是吧 那倒过来 就在弄河里去 还可以这样 但是他还是靠人力的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工具 讲的第一个就是说 除了那个铁器牛羹之外 第一个有名有姓 有具体东西的工具 是吧 然后第二是精修水利 这没什么可说的 第三是开发边疆 河西走廊和辽东地区 河西走廊 就是哪啊 在今天的哪个省啊 山西啊 是吗 山东 甘肃 甘肃 麒连山跟昆仑山之间 河西走廊 对吧 都黄 玉门关 阳关 河西走廊 是吧 五代十国都有很多政权在这割据 什么烟 粮 很多政权 那个那个在这地方割据啊 然后呢 辽东地区也是那个烟 就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 那叫什么 天龙八步 慕容市 是吧 慕容市 慕容市要复国 慕容市建的那国就是在 河西走廊和辽东地区 就在这地方 就在这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北魏时期的经济 北魏时期经济 讲到这儿 我想起一个 就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考啊 比如说历史 它要给你创造一个新的情境来考你 那什么叫新的情境呢 黄河和长江的示意图 是吧 示意图 这个 示意图嘛 这是淮水啊 淮水的示意图 啊 啊 淮水示意图 啊 图中阴影部分 图中的阴影部分 反映中国古代战争频发 阴影越深 说明战争爆发的越频繁 啊 说明战争爆发越频繁 啊 下面请告诉我 在中国古代 什么地区战争爆发的最频繁 黄河流域 或者你说中原 啊 或者你说中原 黄河流域 或者说中原 都可以 二分 啊 二分啊 什么地区战争爆发最频繁 这差不多 只要您有最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 都能打出来 啊 也要还要说新疆了 那另说了 那另说了 对吧 有有 好 现在二分了 这一共八分 剩下六分 问你 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战争爆发最频繁 六分 六分 为什么这个地区 就你不是中原地区吗 啊 为什么若论古今兴肺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干嘛老打洛阳 洛阳招谁惹谁了 是吧 为什么这个地方战争爆发的最频繁 六分 六分是几点 怎么考虑 六点或三点 没有那么多点 就是三点 就是三点 或者两点 两点或者三点 那不可能一分一点 怎么考虑 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战争爆发最频繁 怎么考虑 你现在就可以答这条题 完全可以答 对吧 你说我还没讲完呢 您刚刚讲到三个两点来没吵 隋唐送我什么你都没讲了 怎么就可以完全可以可以答这条题 常识 这凭常识答 还六分 中国古代为什么这个地方战争爆发最频繁 整个古代 为什么这个地方战争爆发最频繁 能一朝一代的答吗 不可能吧 不能一朝一代的答 对吧 而且就六分 六分 三点 仨田空吧 就是 你想想 这地方为什么战争爆发最频繁 你经济发展就得打仗啊 我天 那咱别发展了 有地就得打仗啊 那咱甭种地了 争夺什么 土地 哪儿没有土地也非得争这 长江以南土地更肥沃 完了 全完蛋 有没有同学会考虑这个 就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是做 你应该怎么做 这种东西 你想中国古代的战争 都是跟什么人打 少少民族 还有 还有 有跟外国打的没有啊 没有 跟外国打也不跟这 是吧 那气息观抗窩那的 东南沿海也不跟这 是吧 你跟少少民族 还有跟什么人 自己人是包括什么人 你别说诸侯 那那诸侯 他到了秦以后 就没有诸侯了 一直在这打仗 不要说具体的东西 你比如说什么东西 他经常打仗 为什么 刚才你们说争夺吗 那就是什么 怎么个争夺法啊 争夺什么 就是王朝之间的什么 耕底 对吧 王朝之间的耕底 还有什么事 还跟什么人打仗 除了跟少少民族打 然后自己 就是王朝之间耕底 还有什么 你想还跟什么人打 中国古代 还有什么战争 农民起义 对 农民起义 对吧 就完了 你把这三点打上 就完了 少民族南下 王朝耕底 农民起义 六分 没跟你说仨填空 对吧 仨填空 你高考怎么着 挣分啊 你得把问答题 当成填空题做 才能挣分 你长篇大论写 你有功夫啊 对吧 明白那意思吗 孩子们 你记他没用了 这已经是成题了 不会再考了 我就说这意思 就是你怎么考虑 那啥想 瞪着眼睛啥想 是吧 你怎么考虑 你想中国古代 为什么老跟这打仗 你想就是 中国古代战争 都是为了什么 因为什么 你不就打出来了吗 因为少尔民族 南下 是吧 少尔民族南下 呱一过来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首当其冲 对吧 冲到黄河 它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冲长江 它冲不过去 长江偏险 是吧 那少尔民族 骑马了 长江它过不去 黄河有接兵的时候 长江又不接兵 对吧 它过不去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少尔民族南下 然后这个地方 王朝更迭 一般都定都 长安洛阳 所以王朝更迭 再有呢 就是这个 农民族 是吧 一般定都 长安洛阳 和农民旗 也抢那地方 能明白吗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55页 第一个是数学 阿拉伯一 阿拉伯一数学 魏晋刘辉 圈一 魏晋刘辉 提出计算 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第二 南朝祖冲之 算出圆周率 在小说点 七位 这个是这个 三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祖冲之 这个东西 是一个世界之 罪 算到小说点之后 七位 这一世界之罪 另外它注入赘数 中国古代的数学 充其量 就是现在 小学高年级 就是这个 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 就是那 因为你没有产生 这种那个 代数学 代数学 等于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 是吧 就是高等数学 等于就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 是吧 然后这个 底下就是农学 农学 甲丝鞋 奇名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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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你看完这个 自然段和旁边 那个原始材料 你告诉我 奇名药术 有三个特点 你能概括得出来吗 从这个 这个自然段和旁边 那个三 那段原始材料 你能看出来 奇名药术 有三个特点 看你能不能概括得出来 哪三个特点 那就是什么 众农义商 对吧 舍本竹末 贤者所非 日复遂品 饥寒之见 故商骨之事 缺而不禄 这就是众农义商 这就是众农义商 是经商做满卖的事 我不写 缺而不禄 这是众农义商 舍本竹末 贤者所非 本是什么业 农业 墨是什么业 商业 如果你弃农经商 那就是舍本竹末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不是 这材料用不着了 看看正文 第一个特点 你看出来 它重农义商 第二个特点 这本书有什么 系统的总结了六世纪以前 黄河中下游地区 农牧业生产经验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你们这一点知识迁移能力都没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个社会特点 社会大动荡 民族大融合 这体现什么 民族融合 从哪能看到民族融合 农牧业 对吧 你汉族是种地的 你怎么能记载牧业生产经验呢 谁教给你的 少说民族 对吧 农牧业生产经验 另外尤其它是北朝的 北朝就是少数民族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都是先卑族建立的 所以它是农牧业生产经验 第三个就好说了吧 什么 什么 现存 最早最完整 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农书 有的是 可能就怎么样 就是不完整 你比如说东汉的四民阅令 它不完整了 它不像这个似的 最早最完整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 一定要注意 中国以农立国 从夏朝才开始种地 不能到这个时候 种了三千年地 才想起来写本农书 那不可能 对吧 肯定以前就有 别地图 西进的陪秀 与共地狱图 北魏的立道员 水晶柱 这个没什么可解释了 知道这俩名称就完了 水晶柱 你们语文课都讲了 什么 三峡 道教 佛教和反佛 这个呢 就是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其实 东汉 不是 就是这个道教啊 在这个时候 变为为统治服务的宗教了 原来是民间信仰 给人治病 老百姓看不起病 所以这个教授 我给你治病 拿一张黄纸 画点东西 拿火一烧 喝了 治病 扯淡 可能有的时候 那病是心理感应就好了 他是黄金军起义 就靠的是这个道教 是吧 就靠道教 无斗米道 就靠这张起义 他本来是民间宗教 到这个时候呢 被葛洪什么的一改造 变成为统治阶姐姐服务的了 是吧 天下名山 僧战多 中国今天 佛教徒 官府统计 说是几千万 是吧 实际上可能外国人说是好几亿 说好几亿佛教徒 道教徒统计只有六十多万 只有六十多万 那就是说这个 中国古代历来 这个道士就干不过河上 是吧 这道士干不过河上 是吧 历来都是这样 是吧 最后这个道教就等于 基本上就 佛教化了 是吧 你看他的那些清规戒律啊 什么这些东西 全都是跟谁学的呀 佛教 包括他这神仙体系 佛教是一套 佛教是宗教 道教就有点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东西 也不是邪教啊 很原始那种东西 是吧 他为什么干不过佛教呢 佛教是宣扬 人有三世 是吧 这个 前世 今生 来世 对吧 所以你 你这个 这今生 你修行 来世 往生极乐 是吧 摆脱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 他是这个意思 道教是认为什么呀 我今生 我能怎么呀 成仙 对吧 肉身成仙 白日非生 我肉身就成仙了 对吧 然后我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你家所有人都能跟着我去 是吧 我肉身成仙 那你通过什么手段 肉身成仙呢 炼丹 对吧 炼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是吧 中草药啊 跟什么水银啊 炼这玩意儿 氧化孔 中毒 你想想 对吧 你吃了丹 多少帝王是吃丹吃死的呀 秦始皇 汉武帝 雍正 全是吃丹吃死的 对吧 所以你 再说这炼丹 一般老百姓玩得起吗 就你们家上哪玩水银去 你看 拿那些名贵中草药 和这个什么这东西 炼那一炉子你累得起吗 你想 所以你 这个等于这道教 这炼丹什么烂八糟的 实际上就是什么人才玩这道教 贵族 佛教他就 是吧 我一个字都不认得没关系 你一个字都不认得没关系 你只要虔诚念佛 是吧 虔诚念佛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遍 肯定往生极乐 是吧 你肯定往上 那可是你一心不乱吗 念佛念头一心不乱 你不往生极乐吗 是吧 你基本上不认得字就会念这一句 是吧 就会念这一句 肯定往生极乐 是吧 所以他这就非常简单 他这教义非常简单 大家都能听懂 是吧 都能听 我什么都不懂 佛教怎么回事 他佛怎么回事 不用你懂 就念嘛 是吧 虔诚念 往生极乐 那得炼丹 买东西炼丹 是吧 你想那个 那个什么 那会儿 明朝的嘉靖皇帝炼丹 一年 他一年光炼丹的 这个 就是燃料的这个 这个钱 一年就二十多万两个银子 那就二十多万两个银子 你想一般老百姓玩得起吗 这个 所以道教干不过佛教 佛教就比道教厉害 是吧 他怎么个厉害呢 尤其在魏晋南魏朝时期 佛教为百姓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 精神解脱 你为什么这辈子苦啊 你上辈子造孽了呀 对吧 所以你这辈子要怎么样啊 要修行啊 你修行你才能摆脱六道轮回呀 是吧 这个 佛是最高级的 佛是最高级的 佛底下是 菩萨 菩萨底下是罗汉 是吧 罗汉分成了这个 两类罗汉 就是这个 呃 呃 圆觉罗汉和声闻罗汉 那圆觉罗汉 他就是 他就是因缘际会 他就成罗汉了 声闻罗汉的就是 听佛讲法才能成这个 罗汉 是吧 才能成罗汉 但是你甭管是 呃 声闻还是 圆觉 反正你做 你做了罗汉 就摆脱六道轮回 你就可以这个 入涅槃 是吧 什么叫涅槃呢 就是 呃 对 不生不死 那咱们认为 人除了活了 就是死 那就 他认为 有不生不死的状态 就是涅槃 涅槃 哎哎哎 不生不死 是吧 所以自然科学 我个人认为是 不是 就是这个 这个自然科学啊 是最 渺小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 渺小 就是他解决不了 太多了 而现在最可怕 就是凡是我解决不了的 我就不相信 这个是最可怕的 是吧 这个是最可怕的 是吧 你自然科学 你了解宇宙的东西 能了解多少 是吧 你人类望远镜 你能看到最远的星球 距离地球多远 对吧 那宇宙是无限的 是吧 是无限的 所以他有的就是 只要我没看到的 我就不相信 是吧 我就不相信 就是这种东西 是吧 然后凡是 那个没看到的 我就一概称之为 伪科学 你这些东西就 有点太绝对了 就有点 太绝对 自然科学诞生 才几百年的事 是吧 才几百年的事 牛顿到现在 才几百年 戈白尼他多长 那以前那么远的时代 那人类怎么活的 对吧 他就靠用宗教 是吧 然后这四道之外 往下就是轮回的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是吧 地狱 天呢就是那种什么 玉皇大帝 就属于天道 是吧 天龙八部 是吧 天也是有寿命的 八万四千岁 你十万岁 你二百万岁 你到这岁数一满 你还要进入轮回 然后是人 人是在轮回的 阿修罗就是夜叉 什么那个 讹着里面的夜叉 拿着钢叉那玩 夜叉 这三道还算不错 天人 阿修罗 这算不错 然后到畜生 恶鬼 地狱 这就惨了 尤其你要一跺地狱 那完蛋了 万劫不复 所以就是说 你看你信佛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哪四重恩 父母国家 是吧 这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哪三土苦 就是你别堕入畜生道 恶鬼道和地狱道 是吧 所以还跟老百姓一宣传着 老百姓太高兴了 我这辈子苦 原来是没有上辈子造孽了 是吧 你上辈子是个国王 你杀人太多了 所以你这辈子苦 你现在是成主力了吧 是吧 你好好修行 本来是你还是国王 哇这事太好了 这事太好了 这事太好了 原来我上辈子是国王 你想想是吧 那我就想我上辈子多美 我下辈子多美 这辈子我认了 是吧 你看印度贫富分化 比中国怎么样 人家有砸垃圾桶的吗 有偷井盖的吗 是吧 有把公园护栏给砸的吗 没有 那为什么 他堵信宗教 当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 是吧 印度人信印度 印度教 佛教教义 很多从他吸收来的 他就认为 我这辈子苦 是因为我前世造地 是吧 所以你多宣传点这个 对于和谐社会 多有好处 是吧 你都无神乱什么 地狱 没有 你放心 没有地狱 不要相信那 所以那我该贪污 贪污 无所谓 是吧 反正也没有天堂地狱 无所谓 我不贪污 我也不上天堂 我贪污 我也不下地狱 是吧 那都是骗人的 没人相信这话 是吧 所以你有宗教信仰 哪个宗教都是教你行善 你人人笃信 法律都没用了 是吧 你像武戒杀盗 银望酒 是吧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银邪 不说谎 不银酒 那社会多好 让和谐 不是和谐吗 是吧 除了那个那个那个 相反企业不高兴 酒卖不出去了 是吧 从牛栏山不高兴 别人都挺好 是吧 都挺好 对吧 所以他这宗教一宣传 老百姓得到一条解脱之路 统治者更高兴啊 哇 这宗教太好了 他让你忍让 是吧 忍让 忍让好啊 是吧 同志都更高兴 所以宗教广泛传播 广泛到什么程度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 烟雨中 是吧 可是这个 这宗教 这个广泛传播啊 这什么事你不能干过了 一过了 他就有点 这个就是说 这个物极必反了 其次 就浪费钱财 你花钱花得怎么样 太多了 中国历史上 一共有七个皇帝 四百多个帝王 只有七个皇帝 活过了七十岁 这七个皇帝里呢 有四个活过了八十岁 第一个就是梁武帝 那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四 梁朝的皇帝 梁武帝 人称菩萨皇帝 人称菩萨皇帝 他这个不吃肉 他吃素 所以从梁武帝开始 中国的僧人就开始不吃肉了 以前的僧人是可以吃肉的 佛祖释迦牟尼 他是脱婆化缘的 人给他什么 他吃什么 而人都认为给肉是最高级的 给肉好 所以南传佛教 东南亚的小城佛教的僧人是吃肉的 西藏的僧人更吃肉 他不吃肉他没别的 没别的 只有汉传佛教的僧人 只有中国僧人才不吃肉 日本僧人也吃 日本和尚还都娶媳妇呢 他也吃 所以梁武帝是菩萨皇帝 三次舍身同太寺 出家了 皇上出家了 大臣一上朝 皇上出家了 你这玩意咋整啊 皇上出家了 请回来吧 那你得给同太寺干嘛 布施嘛 就是捐钱嘛 皇上为修庙 皇上没钱 皇上把字卖了 舍身同太寺 就这意思 大家拿钱数 第一次一亿 第二次两亿 第三次三亿 皇上三次舍身同太寺 同太寺弄了六个亿 这钱从哪来啊 老百姓身上来嘛 对不对 再者说 这人要出家了 出家无家 对吧 不能结婚吧 不能繁育后代吧 古代田野增 田野屁户口增 对吧 你户口得增了 你都出家了 户口都往下怎么样 捡呀 打仗没人了 劳动没人了 交税没人了 是吧 我出家我就不交税了嘛 我都出家了 好多农民就是因为躲避赴税 干脆就出家了 是吧 干脆出家了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官府一看 你这样玩不麻烦了吗 那你看这吐蕃帝国 我们后边讲 唐朝的时候 即盛的时候六百万人口 后来佛教盛行嘛 人人出家了 一九五零年才十二 才才一百万人 还有十二万喇叭 你这不是麻烦了 是吧 所以就是 叫什么 家家弃其 人人弃其亲爱 家家绝其次序 你这一下这个国家就没法发展了 那没法发展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啊 第三 说这个寺院经济发展过度 呃 征铁 广站田宅 钦夺百姓 与官府争夺劳动力 那农民负担 加重 所以有人就起来反佛 啊 比如范枕就起来反佛 问题是 你反佛 你怎么反 我说这个佛教不好 我怎么说 我不能说他 不是 我不能说他 你这个佛教不好啊 因为你跟官府争夺劳动力 你这么说就没劲了 我就从什么上 博你啊 哎 从你的教义上博你 所以范枕他反佛 他实际上就因为这个佛教 妨碍到了政府的行政 但是他 他是就怎么说 我从你的教义上博你 让我从你的教义上博你 是吧 所以范枕在神灭论一书中 枕 在神灭论一书中 提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 他说 肉体和精神的关系 就像是刀刃跟锋利的关系 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 所以没有肉体就没有精神 你说很锋利 什么锋利 刀刃很锋利 这刀刃没了还存在着锋利这种东西吗 所以他说没有 没有什么六道轮回 没有什么这种都没有 结果这个 因为南朝皇帝 笃信佛教 所以当时这个奇朝的 敬陵王 萧子良 跟他辩论 一堆高僧跟他辩 辩不过的 然后萧子良跟他辩 你不相信三世 因果 六道轮回 为什么我生来是王爷 你生来是老百姓 这不是前世注定的吗 我肯定前世基伏 我生为帝王 对吧 你前世造孽 你生为百姓 那肯定是这样 然后范枕 一指这个庭院当中 一株梨树 开满梨花 芳香富裕 说你看这树树没有 看见这花没有 一阵风吹来 花都掉了 有的飘进了主人的卧室 主人把它捡起来 放在盛满清水的器皿里 让它继续散发芳香 这就是王爷您 还有的花吹进毛坑里去了 这就是范枕我 他说 你说是难道是前世注定的 哪朵花进卧室 哪朵花进毛坑吗 有这个吗 是前世注定的吗 不是吧 一株树的花 注定什么注定 这个很偶然 风从这边来 我就进毛坑 要从那边来 你就进去了 对吧 这没有什么前世注定 什么前世果报 你给静灵王气的 你人都把字笼比成毛坑了 你还能把人怎么着 你还能拿人怎么着 所以 反正这家伙比较厉害 所以他是 唯物思想 发展了唯物思想 发展唯物思想 是吧 然后这个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 灭佛 这两个皇帝灭佛 皇帝支持佛教和灭佛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这个你看 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阅读与思考 中国这个佛教史上有三五一宗之祸 灭佛的皇帝是三五一宗 三五 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 唐五宗 唐五宗 一宗是后周世宗 三五一宗灭佛 都是因为佛教的发展 就是影响到他统治 所以你看周武帝为什么要灭佛 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缔于塔庙之下 二百万人出家 都给我还俗 这一还俗 增加了多少战斗力 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缔于塔庙之下 你盖房 你不得用耕地啊 所以我把你那塔庙 拆了之后不就有了耕地吗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周武帝灭齐之后 进齐境内的佛教 现成寺庙出四十千 并四王宫 冲为地宅 把这庙都给怎么样 给卖了 四十千还真便宜 四十千 四十千就是四万 四万块钱卖给你 什么大殿 七殿前蓝 佛教的庙宇 都是七殿前蓝 一进去山门 天王殿 大雄殿 藏经阁 东西佩殿 正好是一间王府 把里边的佛像一搬走 正好一间王府 给你 重围地宅 五重士门 减三百万 皆赴军兵 还归编户 五重士门 这三百万 该当兵的当兵 该交税的交税 还归编户 荣阔佛像 焚烧经教 三宝福财 不禄入关 登记赏赐 分散殆尽 庙里的东西权类怎么样 分了 佛像给怎么着 荣啊 为什么荣啊 铜的 做钱 做钱多好 铁的可以做兵器 金的那更来劲了 那更来劲了 一般中国古代佛像玩是铜像 铜像正好砸了做钱 所以他总结灭佛的结果说 自废以来民意烧息 租调年增 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 西定妖龙 国安民态 岂非有益 对吧 我为什么要废佛 民意烧息 租调年增 兵师日盛 所以我才要灭这个 灭佛 今天连佛教界的高僧大德 都认为三五一宗灭佛是对的 就这佛教闹得有点 你出家就应该修行 你不应该就是我搞经济活动